好 回到股东前朝节目现场 今天大盘在平盘上下 形形狭幅度的一个震荡游走 K线形态上留下了一个十字线 当大盘先行战毁了月线 还有季线关卡 准备在攻的一个同时 现在是不是选股市更为重要 因为大盘还要上攻得微量试问 但是很多个国底部已经开始出现了 主体完成 那么往上在攻的一个态势了 现在到底资金往哪边找寻新机会 那先是现阶段投资朋友在盘面当中 可以注意到减好股的机会 在为你连线请到的专家是分析师许峰璐了 峰璐好 平均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峰璐 其实昨天在接近尾盘这个时间 很多投资朋友都在讨论 这台华董作说了 这一张不卖奇迹自来这句网路名言 那么台华投稿 你看今天股价又涨停板了 而且今天很多的航运族群 今天以万海在攻亮灯涨停板回神 看起来你投资的对 真的是获利表现 反映在股价上 其实在纺织股里面 如果你抱不到纺织股股王如虹的话 你是不是要挑纺织股神呢 纺织股神是谁 告诉大家 是1455的吉胜 吉胜大家看一下 最近它的一个涨势还蛮伶俐的 除了它的本业 尼龙家公司有搭上报价上涨 基本面扭转以来 其实它的业外投资 获利也非常的一个丰沛 根据它第一季财报揭露 吉胜持有的股票有谁 除了一些纺织同意 像一镜 南纺连发如虹之外 包含了南地 它也有买 这档南地也是之前 这封路帮大家扫描过的 杨明也在极限的投资名单当中 包含了群创 不少都是今年来的标股 那么从当中可以看到 南地它的持股张数超过了3000张 算是这当中 获利条件最好的 今年涨幅有110% 另外超过3000张 还有得利有超过3000张 如虹251张 杨明有250张 面板股的群创也有500张 所以我们看一下 吉胜不止 本业不错 而业外也赚得下下降 买不到股王挑股神吗 还是有哪些本业不错的个股 搭上这部的仿制热呢 好 我想这两天的一个仿制股 有点洗山温暖 昨天冲高回落 很多股票回挡的速度很快也很深 那今天又开始进行转强 其实我认为整个市场的资金 还是一样非常聪明 只不过大家先注意到 因为这两天 电子股是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弹 那反弹的时间很快 那它的幅度也很大 很多股票从礼拜一到今天 反弹幅度有超过两成 甚至于接近25% 所以短线上的获利卖压 一定会造成今天很多电子股 又开始小红 再加上今天又是 台子期的一个周选择权结算 那我仔细一看 最近有这个惯例 外资每次到礼拜三 因为它手上持有的还是进空单 到昨天为止还要两万两千多口 所以我看它每次到了礼拜三 它就压一下盘式 那加上说反弹的一个电子股 我发现它也在 趁着反弹的时候 它就开始怎么样 获利调节 所以资金现在又转进来到 像昨天这个时间点 挺确有问我说 那货贵航运我怎么看 我说如果早上你没有卖的 那你这边也不用卖 那昨天说尾盘不要再卖 结果昨天尾盘的一个阳明 万海跟常伦 就开始进去反弹 那今天的一个万海 更是一马当心 又共大了涨停板 所以市场上的一个资金 其实非常非常的灵活 它一定会先去找寻 相关位阶比较低的 或者是它有拉回休息的 那我看到今天的一个 纺织股又在进行转强 刚刚听人在讲这个 这个是股王 这个股王的1476的一个如虹 它是解封概念股 好 它有解封的题材 因为美国在解封 好 那1455 它是因为整个印度的一个 加工师涨价 再加上业外转投资 好 那我看到现阶段的 一个市场里面 你要同时具备有 加工师的题材 那你要有什么 也要有解封 还有就是什么 防疫概念 因为其实今天很多防疫股 又开始进行转强 那我想 每次也只要到 接近礼拜三 礼拜四之后 大家就开始担心是周末 因为周末都是假期 会不会有这个群聚的问题 所以大家比较担心这个部分 然后就开始 电子轨异转弱 就转过来 传产 转过来防疫 那我在这里面 帮大家看一下 整体的防疫族群化 这一波当然 1476如虹 它是属于刚刚所说的解封 再加上说 它整个基础形态 还有获利成长的 一个速度很快 那整体的一个集成 它还是属于一个 加工师的概念 那我看到 这个防疫概念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 停课 停班三级紧接到 停课到6月14 对不对 所以今天很多的快筛股 像泰博 然后还有像是 4171的瑞基 今天都是呈现在红盘之上 那我看到 这边的一个题材里面 我会认为说 大家还是特别留意到 防疫相关的概念 现在还有一个是 市场上现在比较热的 是位阶又比较低的 是在像防护医 像1460的一个宏远 最近其实是标了 将近四根的涨停 非常强 那当然涨了这么多 都不会建议大家去做追降 那你要等到什么 拉回休息整理之后 再进行转强的 我们在礼拜一这个时间 跟大家报告 1466的巨龙 当时又跟大家在讲 说股价在基前附近 那它同时是 1476如虹的上游 也是防护医 大厂1474的上游 那当天公到涨停之后 那昨天创高 拉回休息整理 今天又在转强 但我认为啊 如果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再去留意到 有一家公司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你看到了1466 今天又转强 那我们帮大家看一下 回头过来看 1474的红玉 大家就可以去注意哦 因为它股价也是昨天 短线创高之后 它已经拉回休息 可是它最好的是 它所有的均线都向上 而且它已经摆脱 季线的一个位置 而且也占上了月线 那我仔细一看 那前一波的一个 高点位置在21.25 可是它当时候 并不是因为 防护医的一个题材 而是因为它第一季 激报互利不错 那所以它又拉回来 但随着整个疫情的关系 指数也在拉回 它也快速修正 回到季线跟捏线 今天又开始怎么样 又开始进行转强 那我既然看到 今天的一个儒宏 在持续的一个大涨 那它下游的 这个上游的1466的巨洋 也在 1466的一个巨龙 也在大涨的话 那1474的红玉 我觉得投资面 你可以好好去做注意 因为它不仅仅是 国内工业用部的 第一大的一个厂商之外 它在去年 就已经接货到 日本的一个 外科手术医的一个订单 而且去年出货 已经造成 它去年是赚多少钱 大家可以看到 去年它的获利 就已经有0.83元 因为在第二季 开始陆续出货 那今年第一季 它开始又接货到的是 美国的一个 医疗防护医的订单 我觉得这个其实 就会非常适合 大家去做一个留意 尤其它第一季的毛利率 跟益率都是创下新高 那紧接着美国的一个订单 大量的一个 开始出货之后 它第二季 第三季的营收 都会相对性的成长 而我在看到 昨天的一个 资助形态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昨天的万还是达到跌停 可是它今天 经过的震荡换手 是今天公道涨停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看到的一个 相关的题材里面 1466的巨龙 你可以发现 它昨天也是震荡换手 今天又往上 公公道涨停 那你现在再来看 1474的宏裕的话 你会发现 一样的一个走势 那震荡完之后 投资民友 反而我觉得 现在那些股票 已经大涨了 不用过去追价 那1474的宏裕 我觉得投资民友 可以好好去做注意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